大家好 今天是4月24日 星期一 市乘接上周五的跌势 今日仍然反复大远 先看看指数 恒指今早先低开26点至2049点 曾经有少少后秋见过20146点 但没有法子再退进 买本薄弱 加上零碎的高压甚至更容易 结果上周11点半 指数已经跌了170点 低竟19905点 换句话来说 技术上的大市 漸漸呈现了肉质底的架局 所谈底 第一个是今月13日的低位1885点 第二个低位是3月20日的低位18829点 稍后再继续分析 先看今日的市况 第一 指数已经明显 漸漸跌至今月17日的低位 20864 第二 也漸漸跌至今月13日的低位 是会创今月新低的 有点大家要留意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 是不应该同时出现在3个交易天之内 以我所记忆当中 是未试过的 即是指数既然不能上破20864 剩下来的可能性 当然会轻轻跌穿19885点 其实一直都在说一件事 就是当恒生指数能够 在十二十五十一八 和二百五十天线之上 技术上属于肉质底的架局 是有机会作尽回推升 可惜买盘不足 反过来 当指数走在十二十五十一八天线之下 形态上就反复大圆 现在有一点要留意 就是比较关键的支持 就是3月20日的低位 18829 大家记得 因为今年的指数 是由1月27日的高位 2278点 跌到3月20日的低位 18829 然后才反弹回来 换句话来说 18829如果一旦失手 就是代表由22000至700点开始的回落 第一 继续向下稳低位 第二 将会漸漸呈现一浪低一浪的架局 虽然不觉得大市会跌很多很多 但是 在现在的环境 这样的气候 买盘这么薄弱的情况下 零碎沽压 如果渗下渗下渗然 已经足以令市场不断转反复下限 现在大家要看到的是 4月份的市场 直到上周五为止 收市的客户 指数仍然是稳收在2万点上 各说收市的客户 这就是说市场的确是有些资金 不断在维稳的 虽然是没有办法 或者没有力 再进一步推升 但是始终来说 希望定着在2万点这个大关 进入一个整固的架局 目的只有一样东西 因为星期三 这个星期三 已经是今个月期指转仓的高峰日 星期四是期指结算一 好仓大户 总是希望大市能够在2万点 或者2万本楼上进行转仓和结算 但是买盘这么薄弱 沽盘始终来说 一定是咬住不放 目的很简单 当然希望大市在比较低的水平 进行转仓和结算 从而争取账面上的利润 无论如何 现在市仍然在反复2万点 坐在水平 看看到今天收市的时间指数 是否像以往 始终能够咬住2万点楼上收市 即使是这样 都不是代表大市很硬正 所以任何短炒人士 现在最好是按迫不动 说真的 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升 任何短炒在这些环境下 都很难赚钱 好了 中文的分析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很强烈 啊 我就看出了 decエレ unter